有中文的话 那就可能会出问题了 所以特别注意 就是在这个 在把东西丢到Message这个变数里面的时候 后面记得再加个逗点 但是这个逗点 这个后面没加 有没有加 其实它不会出现错误讯息 它不会硬要你去加 可是如果你不加的话 它就变成是乱码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边再读取一下 你会发现第一次还是 好像多按 有没有 这个时候出来的就会是正常的 然后呢 这边我也做一个scope 所以有没有 这个前面都讲过了 有没有 做一个scopeview 不过丢进来好像换行部分 有没有 你会发现 它还要再自己切一下 比如它原来是给的是网页格式 是一个br 那br你要怎么样 再把它改成换行符号 这可能要自己再去取代一下 OK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主要就是从这个地方 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也就是说呢 昨天主要的重点就是在 你会发现两边 协同开发 我们在同一台机器上面 也就是说呢 将来你只要放在web content里面 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那个模拟 你把它开发之后可以在这边看到了 那等一下会再继续讲就是说 如果动态网页部分 昨天是一个get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get的方式 我希望怎么样呢 不要让人家看到我的参数 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get是加一个参数 才可以传递过去的 用所谓的URL参数传递 但是URL参数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按下送出 送出是吴老师这边接收到 可是上面呢会有个什么呢 有个参数 data就是我们的参数名称嘛 那如果一般人如果知道这个参数 后面如果自己再把它改一下 就可以知道说 到底你的东西 你们123 enter 有没有 他就可以透过参数 所以其实好像我之前呢 也会去看一些网站 有些网站有没有 他就是用参数 但是他有些文章没公布 可是呢 你可以从那个逻辑上推敲出来 比如他文章已经到135篇好了 后面Lumber 好像什么什么pageLumber 还是什么的 然后你就可以130 后面好像没有了 还没 那我就自己改一下 136看看有没有 136出来了 137出来了 138出来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 他有旧的文章不见了 因为没有做超连结 那我就想说 这个网站不错 然后他的page的顺序也是OK 所以后来我就自己用VB 写了一个直接抓网页的方式 然后全部呢 整个全部都把那个网站 全部都get回来了 然后把它存档 因为那个网站 其实还蛮有参考价值的 可是很担心他哪一天不见 那不见的话怎么办 不见的话以后你就没知道可以找了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它全部都get回来 然后存起来之后 后来果真那个网站就close掉了 所以那些资源还好 那我自己都有把它保留 就是